所以後來馬英九在08年就宣布要進行農村債生 通過了以後你政府必須要付款啊 有錢啊 所以就設置了農村債生基金 在農村債生基金裡面 你這個村若是提出好的發展計畫 我這個時候政府不能付錢幫助你發展 好 那最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必須配合教育 因為你必須讓農村裡面的人 看到外面的世界 然而他在外面世界怎麼變化 所以在農村債生計畫一直走到現在 旁邊缸到網站 好可憐 這次有人推開 對啊 那麼不然 但是我們都去找一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